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上豪 豪卫健好友权 从美丽的宝岛台北台泥大楼面前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在Apple跟Amazon公告盈余之后 可以看到市场对盈余的要求 对未来的展望要求都非常的严苛 Apple Amazon 其实都表现良好 但是对未来前景稍有一点点 concern 因而市场就punish Apple跟Amazon 股票虽然不是重跌 但是也受到震荡 可见得一家公司追求卓越是多么的重要 努力很重要 但是改革的动力跟高度 时长保持新鲜的活力 对企业体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主播我在台北开会期间 就带大家来这家公司 台湾的台泥大楼 台湾水泥在早期台湾的经济大有贡献 特别在375建筑和平的土地改革 贡献非常的大 早期的贡献因为水泥 因而才有台湾的基础建设 但是台湾过去6G 却是在亚洲四小龙当中都是吊车尾 刚好主播开会的这个礼拜当中 公告第三季台湾的GDP 2.06% 哇 第一次能够超出2% 在过去6G近两年当中 可以是outstanding job 但是我们严苛的来看看 这2.06三季GDP的内容 却是非常的骨感 意思就是说 第一 台湾的消费者的动力尚嫌不够 第二 台湾的Semiconductor 有一点增长 但是还不够好 第三 台湾的经济的政策 在新的政府 似乎要大破大力 政策上面 还是令市场有一点担心 就如同菲律宾是向北跟中国交好 但是台湾呢 却是要向南跟东南亚继续的交好 所以可见得一家公司 但是Apple也好 Amazon也好 切题一定要有改革的活力动力 因为市场要求非常严苛 台湾的本岛经济也是一样 2.06的GDP第三季似乎蛮好 但是里面内容却是有一点缺乏 就如同台泥大楼 committed to excellent 追求卓越 这种追求卓越 而不是追求survivorship 生存的决心 似乎是在本岛台湾 应该有的动力跟改革的高度 不然经济永远可能在四小龙当中 都要掉车尾了 智慧人的话语就是 唯有你将甘草割去 嫩草才会长起来 你没有大破大力 永远没有新的动力跟火力了 Howard Chain好有钱 从美丽的宝岛台北台泥大楼 追求卓越的大slogan signage 前面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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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